即使你是買新的這種軍用車的話 大家也說你買的又貴 可是妥善綠 它的品質也不是太好 是不是 紀君哥 這幾年國軍新接收的新生產 這個車也是出雷好幾塊 其中一個是輕戰車 就是輕型戰術輪車 那其實這就是一個 一連串的故事 我們知道這個車是 國內某家公司生產的 當時它是用以色列的一個車 修改過來 而且到我們軍方做測試的時候 一切都OK 符合標準 但是後來它生產的過程 那發生了一些偷工減料的現象 特別是後地軸那個地方 那拆換了 那其實廠商就是為了薑本求利 你節省成本 你利潤就最大化 因此在它生產將近800輛的時候 結果拿去ARTC那邊去測 發現和規格原來的不一樣 因此軍方就拒收 結果就800輛就放在陽梅那邊 停車場日曬雨林 那增值了好幾年才接收 導致了這輕蝕戰術輪車 後來出其服役的時候 那很多人詬病就是 這個妥善率不高 那另外離立樓的問題不少 尤其是2017年居然發生 這個車架斷裂的事件 那就覺得不可思議 你2016年你才這個補發給軍方 結果第二年就發生斷裂 因此就對於侵占車 大家就搖搖頭 而且這個車過去幾年 其實發生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架了機槍以後 重心過高 你有時候車開到路上 你轉彎急一點 你可能會翻車 原始對於說上面架機槍 他們都非常非常的小心 就是把它當成一個寶貝來看待 不敢操得過胸 不敢做很齊驅的越野運動 生怕這個車不小心就翻車 除了輕型戰車 這個戰術輪車以外 另外就是雲豹 講到雲豹我自己深深心裡的痛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採訪的過程 我是第一個拍雲豹裝甲車的 一個照片公諸於媒體 對於這個國產化 小弟也小小有一點功勞 但是在生產的過程 其實現在法院已經還在審理 之前零件的一些弊案 其實這個弊案是怎麼造成呢 說白了就和前面一樣 廠商將本求力 把原來規格裡面的一些設備 進行降級 比如說有的一部分 那個現在法院也說 就有的部分是向大陸買一些 這個紡製的零件 那包括材質設計 可能外觀和原來差不多 但實際的表現都有落差 譬如它的方向機S1 S2 那另外還有公油幫浦 公油幫浦其實是雲豹甲車 很重要的部分 為什麼 因為它包括門的啟動 還有風扇的轉動 那等等 有好幾樣重要的裝備 都要用到公油幫浦 但大陸製的他們買的這些 這個偽劣的這個零件 發現它的油風 可能製作不良 容易漏油 也因此雲豹甲車 經常被大家詬病 就是它漏油的問題比較嚴重 那另外上面車子的 這個核生化防護系統 那過去我們也報導過 其實它空有一個架子 有些功能其實是不合格的 比如核生化防護系統 它如果偵測到有毒氣來襲 它會自動通過電腦系統 進行自動的開啟 但我們現在 活潮汐生化系統 我的了解 用到現在 其實到目前為止 它還是要用手動開關 也因此不具備全自動偵測 和啟動的功能 這就造成一個很麻煩的現象 其實國軍的軍車 有一個很普遍的問題 就是你坐這些車 那你開需求的 通常軍方因為 它專業能力可能不太夠 有廠商來開規格 比如它的高 寬 還有它上面的配備 多重 有廠商來開規格 但這樣都有問題 因為廠商都是 按照我的遊戲規則 當然 對 有利可圖的我就開給你 是 所以就是造成它這個車 是不是真的符合 使用單位的需要 那很有問題 就有一定的落差嗎 是... 人家說公寓善其事必先立其器 我們要去打仗 那國軍的這個打仗的武器 就是真的是 完全沒有任何的競爭力 那怎麼得了呢 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在我們節目當中 平常看到一些乘用車 我們今天聊的是屬於 比較軍事方面的軍用車 那大家非常熟悉 我們節目中的常客 那就是大維哥 他可以說是被試車耽誤的 軍事專家 大維哥 剛才其實我們聽到那麼多 包括從以前到現在 似乎在軍用車上面的妥善率 都受到大家的質疑 可是你們男人常常在聊 我只記得一個號碼 M151 這個是屬於軍用的吉普車嗎 它是非常經典的 這M151 它的確是在 對我們曾經當過兵的男生來講 在50年代 60年代或70年代 這是一個非常熟悉的車款 因為這是當年 就是美國針對在50年代 60年代 之後它所開發一款 輕型戰術車輛 而它這款車輛 當然就像我們這個圖中 這個照片顯示的 它的前身就是威力吉普 威力吉普是哪一部呢 就是這款 就是這個 對 我們常常在二次大戰的電影當中 常常看到的這部就叫威力吉普 這部車子在當年二次大戰 它一口氣生產就是60萬輛 因為當年這個艾森豪將軍 他就說我當年可以打贏二次大戰 除了有飛機 有登陸艇之外 我就是靠著威力吉普 60萬輛替它的綜合 這個全世界各個戰場 而到了二戰之後 美軍或者他發現了 我需要有更好 更輕 也更這個製造更簡單的 這種輕型戰術車輛 於是就有這M151的出來 M151的出來 它剛好改善的是越戰 而越戰對台灣來講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時代 因為當年台灣一切也是 在軍工的環境 並不是在很先進的狀況之下 因為越戰的爆發 我們得以有機會來維修 從越戰退下來這些M151車輛 而因此從美軍這邊 得到了為數不少的這些車 而這些車日後就成為 我們日後國軍的主力 而在我們國軍 大家過去都常常看到 年輕小時候都是 路上跑的就是這M151 在軍隊裡面 在那麼哈密 就是那個海馬車 進來之前就是這個M151 它是我們的軍事的 這種車輛的一個重要代表 請問它的功能是 做潛倒車還是做什麼用 它潛倒 它什麼 還是它可以作戰 它什麼功能都有 都可以 因為它是一個很輕型車輛 對 剛剛我們也講了 當年的M151出來的時候 它也發生了 它很輕對不對 要空運 然後要空投等等的 因此當年也發生 容易翻車的事情 因此雖然50年代 60年代開發出來 它在70年代曾經也做過翻新 也做過翻 讓它的這個平衡性 穩定性較好 我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裡 這個照片可以看到 當年這個就是一個 模型廠推出的 M151它可以做多種功能 它可以做指揮車 對 它還可以 駕射一些 飛彈 脫式飛彈 然後甚至還可以做 野戰救護車 通信車 反正你所有功能 都可以放在它身上 但是當然這個車子 畢竟它是當年 所推出的車型 比較小 比較窄 比較在駕馭上面 有它的難度 因此日後我們也出現了 我們需要有更大的漢碼 或者是我們國軍 也需要了新型戰術車輛 但是同樣的都會發生 就是說當你的這種要求 你的軍事安慰 對於自己的需求 沒有辦法有這個 確切的一個 一個要求的狀況之下 只有廠商 對 就可能會發生弊端 所以除了剛才大維哥 帶我們看到的這個M151 非常經典的 這個軍用的吉普車之外 其他國家 他們到底用的是 什麼樣子的軍用車呢 中國是不是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首先就來看 大家比較熟悉的漢碼囉 因為漢碼還有民間版嘛 對 那其實漢碼畢竟我們剛才講 1991年他在伊拉克 這個波灣戰爭 我們講的國際 這個名聲大噪 可是後來我們台灣接手的時候 畢竟也是在那邊 已經被操得滿爛的 我們接手人家二手的啊 可是一台一塊美金啊 很便宜嘛 也是 對 那來到了台灣之後 投算率就的確不高 不過我現在比較想講的是 他的性能 我自己做過的感覺 我剛看到這個執行製作人問我說 欸 朱姆哥 你做這個感覺是什麼 哪有感覺 坐這個車子 他的唯一就是 坐到你骨頭都沒感覺了 就是一直抖啊 一直抖啊 他沒有什麼 舒適度可以 完全沒有 他就是一個軍用的 然後他又要越野 他又要攻擊 他還要指揮 他有時候還要送貨 所以這台車 當初發明的過程 就是設計出來的過程 它是美國的這個AM車廠 AM General 然後他配一個柴油引擎 六千多cc 那柴油引擎就是 好抽 奶操好動拚第一 然後他這個在沙漠地形 也非常的適合 那但是我們軍用的這個 在台灣的第一個 我們本身氣候的關係 再加上還有就是說 我剛才說在 撥彎戰爭的時候 他已經被操得差不多了 所以這個車後來到台灣 他投算率沒那麼高 那民間的大家比較熟悉 就是H1 H2 H3 我想這個冠儀可能有聽過 H1的話 那排機量六千多cc 所以他的那個 牌照燃料也蠻貴的 後來軍用在陸續退下來之後 有一批 曾經我記得在2017年 大概有十台車 他要直接完全 這邊我跟冠儀講的小故事 你知道其實軍用的車輛 就算你還是可以開 要報廢的話 你還是得報廢 然後拖到英哥 不能夠讓民間來這邊 他是直接把車子拖到英哥 去裡面報廢 而且報廢的過程當中 還要有鎮戰系統的 跟後勤系統的 監看的 以免有人動手腳 靈件留到外面 那如果是會賣到外面的車 通常那些靈件什麼的 就是為了要買那些靈件 是啊 但2017曾經有一批 我記得是十台 漢馬 好好的嘛 玩風不動 直接賣給民間 可以在裡面 順便也可以賺點錢嘛 我們這樣講 何必那麼浪費呢 好 那這個漢馬車 就是因為撥彎戰爭 這個 聲明大噪 對 聲明大噪 Mercedes-Benz G-Class 這我比較想講 為什麼呢 我也滿熟悉的 因為這個 對 它長不一樣 這大家比較能夠 在路上看到嘛 是 那我稍微講一下 它的故事好不好 其實G-Class當初一開始 如果它的原型車 要推移到1920年代 就我們講的一戰跟二戰期間 那時候德國就很簡單 我就是要有一台 這個很會跑的車 畫面上就是你所看到的 全時市區啦 然後呢 要方便維修啦 然後又要 全力型的車 頭好壯壯 所以它是屬於T型工資糧 大糧是T型糧的這樣一個 前後配備了我們講的擦束器 然後還有呢 嘉利箱有那個排檔桿 等等 可是呢 這次初起嘛 對 到了1970年代 突然有一個人 他就打電話給了 Demmler 賓士 這個人叫伊朗國王 他說 我跟你說 我要他不但那個越野 還要很舒適 國王嗎 光想的不一樣 這個要求 對 對 Demmler 賓士聽進去了 就把他設計 就設計出 現在你看到的G-Class 想不到我們要向伊朗國王致敬 原來是他 他就有現在的G-Class 是 那這台車呢 我想我不用多說 因為很多人可能也都去車展間參觀過 但我比較想講的是 這台車他因為很舒服 所以他把我們現在 看板上所看到所有的車子 在商用價值下 他全部都把他們幹掉了 你知道現在台灣的中古車市場 最保值的車 他是其中一台 一個911 一個就他了 對 他非常的保值 有時候甚至可能一車難求 像我們連買一台G350 可能都會買不起 何況是G5跟G63呢 好 這個車子 你知道有個伊朗國王的小故事了 最後我要來講一個 Land Rover Defender 各位 教宗也做過啊 很精彩啊 教宗也做過 還有誰呢 英國女王也是這台車啊 當然我們知道英國女王 有Jagra 有Land Rover 這並不稀奇 但是他為什麼會有Defender呢 各位 Defender這個車呢 其實英國當時一開始開發出來 當然也是希望能夠用於戰爭用途 然後方便運送等等 所以你看到Defender這個車 其實他也有很多種車型 然後他很特別 他當初在1940年代的時候 一開始其實不叫Defender 都是一些型號的名稱 Defender這個詞啊 是從1970年代才開始定案的 早期在生產的時候呢 他們每個零件還會給他取一些暱稱 比方說你現在看到 如果等一下畫面 你可以看到他的儀表板 儀表板他們叫陽牌 儀表板叫陽牌 對 然後還有我們開那個車門 因為Defender都是兩門嘛 是 那開那個車門不是有那個鞋鏈嗎 對 金屬鞋鏈嗎 芯片上面有鞋鏈 你猜他叫什麼 他叫豬耳朵 就很有意思 他們很缺食物嗎 沒有 你可能也可以這樣 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 關於你 這車本來就是 你不覺得這個車上山下海 都是在森林動物森林裡頭嗎 對不對 好 這個是侏羅紀公園出現過 對不對 那這個的話其實在很多電影裡面 出現過 不過我必須要講 雖然Land Rover Defender 跟他們車都是他們 我們說這些當家的越野車 但他也停產了 他更早就停產了 就停產 他就沒有停產 他應該要潛清處原因吧 因為他有舒適性啊 不是 醫行過 叫他要開出一個舒適的車 你不能一直打 全世界都要一直打仗 對 但全世界會每天都要上班吧 是 對不對 好 最後我們來講 GAZTI這個TIG啊 Tiger 這車停產沒啊 這車子可新的 其實我們說 這部車可以說就是 俄國版的漢馬車 漢馬車是在1970年代 開始進入了波灣戰爭 80開始大量服役 可是這俄羅斯 這車子可新了 2001年才開始進入生產 2006年大量部署到俄羅斯 然後後來開始賣到各個國家 中亞的國家 這車子可厲害的 它車子來得比漢馬還要重 光是就六千公斤 六千公斤也像是一個裝甲車 大卡車 它什麼都能裝 為什麼大維兄 講到他特別重 很簡單 俄羅斯的個性是什麼 傻大粗黑 我什麼都要大 我什麼都要重 好 那這個車 你常常在電影畫面上 你也會看到 比方說什麼電影 特別有它 Mission Impossible Tom Cruise的片 你知道Tom Cruise 常常他的電影裡頭 路不動不動就要跑到紅場去 紅場閱兵 G.A.Z.Tiger就出現了 所以坐在裡面 就是最重要的人 甚至有人講 就是說如果你看到 普丁 他可能想要暗殺誰 這台車如果出現了 可能那個人就必死無疑 但是這都是江湖上的 小道消息啦 但我們想講的是 在俄羅斯忍戰時期 一直到現在 他們這個共產 跟資本主義的對抗 你們做這些 我就做這些 可是妙的是 資本主義下的 他停產了 他停產了 他因為有市場 這個商用價值 他還在 可是這共產主義下的 這台車 竟然現在還頭好壯壯 也是滿特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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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